特朗普退群的行为 他是以退为进 拿这个逼你就犯 这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 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们现在美国提什么 我们就是赶紧去反对 那这样不行 这样你失去了机会了 我们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特朗普到处退群 所以美国在退出世界体系 美国在让出世界的领导地位 当然这不仅仅是在中国 你到欧洲去 欧洲的领导人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你要仔细分析一下 你会发现特朗普退群的行为 他是以退为进 因为他明白 这个世界它离了美国 它运转不起来 以前美国各历届政府 都是还算比较君子 这么说 因为这个体系是我建立的 我知道这个体系 我在里头贡献非常大 我也知道我提供了很多免费的公共品 但是我认了 特朗普不一样 特朗普说 我美国凭啥给你提供这些免费的东西 对不起 你们现在都要交费了 你看他对北约 陈元国也是一样的 你这个法国 德国 你把你的军费提到你GDP的2% 否则我就给你撤军 他要从德国撤出他的军队 他用这个来要挟 让这个德国人来就范 这个并不是说他放弃这个领导 他知道他自己呢 有这种能力 我就可以拿这个来逼你就范 你要不就范 我还有惩罚的手段 这是他在特朗普政府这个流氓的 这个一部分 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下呢 他们特朗普政府 都这个比较理性的那一部分 他在悄悄趁着这个机会啊 在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这个Lideheiser 他提出来了WTO改革的五个领域 不是五个建议 五个领域 那五个领域 基本上是各个冲着中国来的 所以他的车历是什么 我把你WTO先给你搞摊了 因为我不喜欢 这个没为美国服务 我先把你搞摊了 然后呢我给你提出来 说你改革 应该在这个五个方面改 那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这种 怎么说 影响力也好 或者蛮力也好 他就逼着你WTO 去改 对吧 那他能不能改成呢 当然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他提出来了 在这个背景下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策略 应该呢 这个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应该意识到啊 这实际上是中国参与 国际规则制定的 一个绝佳的机会 就是美国人提出来 这五点都是针对中国的 那我们应该回忆 以前呢我们有这个 中美第二轮谈判 现在看来呢 这第二轮谈判啊 是不太可能谈了 但是这不等于说 中美不能谈 无论11月份谁当选 我觉得中国呢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美国 说我们来就这五点 我们来谈 我们两国先谈 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先谈 先谈出一个这个方案了 这个方案先适用于中美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方案呢 端到这个WTO去 你看我们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已经同意了 你们看着办 我们得学会玩这些 我们现在呢就是 美国提什么 我们就是赶紧去反对 那这样不行 这样你失去了机会了 在国内呢 脱钩论啊 是比较流行的这种说法 就是美国想跟我们脱钩 美国在各个方面打压我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要做好脱钩的准备 这大概呢是一般人的这种想法 但我觉得呢 我们还是要比较客观的分析一下 就是中美啊 这个脱钩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那么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 那么这个竞争呢 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 它基本上是联合国益 这个是没办法的 那么中国呢 也要有自己的空间 你不可能出现说两个大国 把这个航空母舰摆在那里 它不出现问题 这是不太可能的 这是这个竞争 这个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呢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 是文化的进步 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就不一样 你要想在世界文明上 占有一席之地 你就必须去增 否则人家的文明 就把你给淹没了 对吧 我们身为中国人 我们为我们五千年的文明骄傲 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化价值 至少和西方的价值是一样好的 我们不想被淹没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至少在短期 你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斗争的结果最后是融合 在技术方面脱钩 现在大概是不可避免 因为你技术是决定了 你未来的军事力量 所以在这点上 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但即使是给定技术竞争 我们是不是就要接受 特朗普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最差的状态 因为特朗普他是疯狂的 他胡来 或者说他背后的这些鹰派 胡来 用他的蛮力 来制裁我们这些高科技企业 我觉得这个状态 也未必说不可改变 美国政府有没有想把中国搞死的 有 这种人肯定有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了 他美国政府还有一些理性的人 你放大的时候 他社会中还有很多很多理性的人 美国的商界都不满意特朗普对华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应该还是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应该更加主动一些去找美国人谈 争取技术领域最好的结果 就是在统一的标准 统一的规则下面 我们进行和平的竞争 这是我们 我觉得国家应该力增的一个最好的结果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领域之外 其实其他领域都没有脱钩 而且是加深了 去年中美贸易急剧下降 打贸易战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还在下降 但是别的国家和美国的贸易下降的更多 所以中国又变成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 那么你看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投资 它不是在下降 它是在上升 它的这些金融企业还纷纷进入中国 因为中国这个金融更加开放了 在这个金融领域 美国是不是会把我们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级 美国可以做到 这个没问题 因为我们还用很多的这个美元去结算 它可以把我们排除在外 但是两方面原因 我觉得美国不会这么做 特朗普还没疯狂到那种地步 第一 美元给他们赚来了很多的利益 那么你用美元的人越多 他挣得的就越多 这是第一方 所以它是用美元来割全世界的这个韭菜 你有韭菜摆在那里 你愿意做韭菜 他不去给收割 他是不是傻瓜 对吧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一旦这么做了 至少是杀低1000自损800 因为我们这个联系太紧密了 比如说他要制裁我们的这个中国银行 香港分行 对吧 即使是制裁那么一个银行 那么对美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不光是美国 全世界都会乱套了 因为这个中国银行跟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有业务往来 大家都不能做 这种状态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考虑中美关系的时候 不能被情绪左右 不能看到那这个特朗普疯狂 好像人他是急了眼了 好多人说他是急了眼了 要跟中国干了 我觉得这种判断太武断 再别说如果11月份拜登上台的话 那么中美关系我觉得会大大的缓和 我甚至有一种感觉 就是拜登会把美国搞的实体侵摊 重新审查一遍 因为美国的这些企业受的损失太大了 他自己都受损失 对啊你干嘛要用这种方法去惩罚中国呢 我也读了一些 他就是民主党的一些支持者 那些学者写的东西 对话政治 他们的普遍的这个意见是 美国要强大 这个没错 但是我们用不着去惩罚中国 让我们显得强大 而是应该我们美国真正的强大 然后呢超越中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个想法 我想呢拜登上台之后呢 两个国家呀达成一个 这个大交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谓大交易呢就是两边坐下来谈 谈出一个规则来 有多少人了解过去的老冷战 有多少人知道老冷战结束的时候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多少人知道当老冷战结束转为后冷战时代的时候 以及当后冷战又再转为新冷战的时候 都是哪些关键因素造成的这些转化 我是温铁军 欢迎来到我的观课堂 如果刻意识到那些中国人